西西里阿根廷便里 可能是西洋席近代史上 最后几个被发明的布局体系之一 阿根廷便里 黑白双方时常会在比赛中进入 武器效率重要 还是局面兵型结构重要 进行激烈争锋 本次选自1972年 在法国的一场国际赛对局 此外的是三届法国冠军克劳德 持黑的是瑞士骑鞋大师普莱斯曼 本局将可概略里了解该布局的特点 看看黑方大师如何利用白方失先 而通过腾罗技巧在武器效率上 大大领先对手 让我们来开始看对局吧 白方法国冠军克劳德走起王前兵 黑方瑞士骑鞋大师普莱斯曼 走起C5西西里防御 白方初骑士 黑方初骑士N16 白方小兵站中心 黑方交换 白方骑士交换 黑方初骑士抓兵 白方初骑士保兵 这里黑方选择的是小兵15 这个局面就称为 西西里防御阿根廷便利 将到15兵 西西里阿根廷便利 这个也就是我们前言所提到的 到底是武器效率重要 还是局面兵型结构重要 怎么说呢 因为现在各位都知道 黑方已经有一只 暂时的低线 半开放线上的落后兵 身为白方选手会开始试着对这只落后兵施加压力 怎么说 就好比这个局面 如果白方选手不加思索的回家的话 直接回家 身为黑方就会顺势复活武器 也要试着干嘛呢 准备炸骑士 消除保护 牵制得兵 或是直接牵制得兵 或是给白方演一队 C线迭兵 所以这里 白方他才不会让黑方 这么顺利的复活武器 白方最常见的选择就是 骑士 N B 5 这什么思想 准备往第六格 摁过去 如果 黑方不加思索 白方准备就要 皇后 骑士 往第六格摁过去 只要被摁在第六格 黑方的武器跟路宝 就会非常难执行 是吧 所以这里 轮到黑方 几乎是被迫 只能把小兵D6站起来 而此时 就是西西里 阿根廷便里 最著名的 中心D6 暂时的落后兵 身为白方选手 就会开始试着 对这支落后兵施加压力 身为黑方选手 也就会试着 保护这支落后兵 接受白方施加压力 因为黑方准备要试着 王毅反击 怎么说呢 然后我们来看下去 现在白方出主教 黑方小兵A6 试着逼白方骑士表态 这里轮到白色 我们来看一下白方有几个选择 白方有可能试着 主教敲骑士 可能就其有说 诶教练 主教敲骑士 黑方好像只能兵敲也 因为如果后敲的话 白方岂不就一个骑士之间抓双 黑方瞬间爆炸吗 是的 白方这个敲骑士 黑方接受冰敲 为什么黑方接受冰敲呢 因为当白方骑士回撤的时候 黑方虽然暂时有一支中心D6落后兵 但是 黑方准备借由这支F6迭兵 借由F6迭兵主教职员 战起F5格子撼动白方中心兵 这个也就是很常见的西西里防御阿根廷便利黑方的挑战白方中心思想 而这个思想 首先黑方会先补出一部小兵B5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要C4格让骑士蹦过来威胁D6兵 只要补上小兵B5之后 现在黑方准备就要战起F5兵挑战白方中心是吧 而此时 身为白方这位法国冠军 他没有选择寻常的主教敲骑士 给黑方有阿根廷便利的主教计划 黑方选手这个小兵威胁骑士 白方法国大师所选择的是 不急 他先将骑士回撤 而现在轮到的瑞士选手 他所选择的是 造极化C4格子 不能被白方摁过来 所以选择小兵B5站起来 控制C4格子 此时轮到法国冠军 他所选择的是 利用骑士 开始将骑士往前蹦 怎么思想 准备对这个F6骑士施加压力 黑方选手选择的是主教解除骑士 现在轮到白色 白色在很多的队局中 都会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主教敲骑士 主教敲骑士 主教敲主教 小兵C3给这只A3骑士换个好位置 另外一种很常见的选择就是 骑士 把这只主教给炸了 他炸了主教之后 两开低线 两开低线有可能市值的就要对低线施加压力 只不过这里黑方也接手 接受什么事情呢? 接受被你白方施加压力 黑方会选择骑士回弹 敲过去 为什么选择骑士回弹不选择皇后敲呢? 因为他准备照着 西西里阿根廷便利的思想 什么思想? 骑士回弹接受F线蝶兵 F线蝶兵如果你不理 黑方准备就要敲兵了是吧? 那如果黑方这个主教把他敲了 黑方这对蝶兵准备就要借由骑士 主教站起F5格子撼动白方中心一四兵 就算白方选择皇后F6阻止站起来 黑方一样可以站起来 只要黑方站起来就挑战成功是吧? 一旦挑战成功 这样子就形成 黑方有强壮中心兵 但是黑王不能入宝 白方虽然没有强壮中心兵 但白方可以入宝 形成一波互相伤害进攻 然而在实战退局 白方看到主教一七之后 他却没有选择两种常见的便利 主教敲骑士或是骑士敲主教 而是选择他自己所研究的小兵C4 这什么思想? 思想就是想撼动这支B5兵 如果黑方选手选择兵敲兵的话 白方就顺势一个骑士弹过来 继续看着这支D6落后兵是吧? 如果白方看到黑方选择往前进的话 黑方这个往前进白方准备 就要骑士把他炸了 炸了骑士之后 再把骑士往回弹 开始试着对这支过前兵施加压力 只不过这一手小兵C4看起来很有想法 却让黑方这位瑞士大师看到反击机会了 什么反击机会呢? 就是这一手 骑士敲骑士 咦? 骑士敲骑士怎么啦? 骑士敲骑士不就是一个换骑士带个闪击吗? 这里白方选手 这位白方法国冠军他想说没关系啊 我才不会那么傻 选择主角敲主角 这样白方骑士不就少一支武器了? 所以白方选手就造极化 哎呦!看起来很酷炫的骑士闪击腾挪技巧 白方不就一个后敲骑士? 准备在后碰骑士 你碰我白主角我就碰你白骑士 还带打国王顺便抓双眼 而且还好低线耶 所以白方选手也就这样走了 皇后敲过来 现在轮到黑色 黑色接手主角敲主角 骑士给你啦 那白方就敲 白方一敲将军 黑方选手挡主角 诶? 这个挡主角 好像就可以获得这支中心第六落后兵了耶 所以白方选手想说OK啊 那这个操作一波操作下来 白方选手岂不就获得一支兵优势吗? 但是! 这手小兵C4计划 皇后不为皇后将军皇后超第六 看起来一气合成却是有问题的 什么问题呢? 给各位旗友不妨这边暂停一下 来思考看看 白方选手准备就要被黑方选手如何处罚呢? 各位旗友有想到吗? 是的 看准白方选手 忠心王 滞留忠心过久 他想试着撼动黑方的B5兵跟D6落后兵 却没有考虑到忠心王滞留忠心过久 现在黑方瑞士大师开始处罚这支忠心王了 后A5 这手后A5轮到白方白方可就尴尬了 不能党兵 党兵之间送骑士 也不能党后 党后之间白方后再剑叫杀 他的唯一选择只有把王爬起来 而且一旦爬王 黑方确定白方的王永远待在中心了 所以现在黑方开始趁着白方因为贪了一支兵 这个计划 已导致白方出止严重落后 真的有在战斗的只有这支白后 反光黑色 复活黑格主教呢 复活黑后呢 而且一旦白方看到黑方一个强换位 这支主教跟城堡都要加入作战啦 现在可就随时准备闪集抽后 白方选手尴尬了 没有时间复活武器 赶紧顶一个F3兵不能给你闪集 轮到黑方 黑方趁胜追击 主教E6复活起来 亮开城堡 黑方开始试着用他剑纯的皇后 骚扰一下黑色后C5 白方这个骚扰 黑方飘往 此时白方选手想说 诶 好危险啊 赶紧想要躲起来 所以选择的是王F2 但是这个躲起来 殊不知黑方的速度太快了 黑方的速度太快了 黑方的武器 已经由主教复活 主教复活 城堡复活 皇后复活 连这支H8宝都胡思丹丹的 所以现在轮到黑色 黑色继续 施加压力 城堡第二 打个王 现在白王可就尴尬了 他的选择不外乎就往上飘 跟往下飘 跟躲起来 跟国王派主教挡住 实战对局他选择挡住 我们来模拟一下 如果选择躲起来 躲到G1呢 跟各位说 躲到G1就完蛋了 因为黑方只要一手 皇后逼死 怎么思想 引离的消除保护 你白后要不要动 你白后只要动了 主教不为直接叫杀 如果你白后不动 黑方之间获得白后 是吧 那这里 如果白王选择王E1呢 顺便打个宝呢 但是 王E1这个叫加速灭亡 因为放在一个闪及的路线上面 只要黑方一个保一兔 你吃不吃 你只能吃吧 你一吃之后 黑方只先补胃 后第二 狡杀 那 如果选择王G3呢 王G3躲起来 准备躲在H2啊 但是选择王G3也是没戏的 因为黑方准备就要连将杀了 怎么杀呢 主教打王 城堡封锁赤地线 白格封锁白格子 你唯一去的只有黑格子 你去黑格子 各位 别忘了还有他 他只能回家将军 是不是白王尴尬了 他的选择只剩下这个 而且只要走这个之后 黑方一个皇后G5 只能把白王活活杀在黑方家里了 所以实战对局这个宝第2 白方想活着 唯一选择只有主教挡住 各位奇友 这个主教挡住也是垂死挣扎 这边不妨再暂停第二次看看 看看黑方瑞丝大师看到什么好奇呢 各位奇友 想到了吗 是的 直接给他气起来 爆炸主教 这个炸主教之间多主教 白方不敲之间多主教 白方只能敲 白方一敲 黑方趁胜追击 白方只能躲 白方一躲 黑方趁胜追击 主教一三 主教打后 主教配合后 准备一步叫啥 这里白方其实可以认输了 但白方四则还要挣扎 白方将军 黑方躲王 白方挣扎 想说也守住啦 但是 黑方趁胜追击 后打王 看准你白王太危险了 这只宝根本没机会加入防守 这只宝也没机会 这只骑士也没机会 反观 黑方可是有皇后主教 跟这只主教 还有这只宝可以随时不畏 是吧 所以现在 白方只能躲 白方一躲 黑方继续打 白方不敢躲在面前 躲在面前的话 黑方可就随时简单散集 白方怎么躲呢 他如果躲C1 黑方继续打 白方再躲 黑方之间QB2杀起 所以这里这个将军 黑方这个将军 白方其实可以认输了 但白方还不认 还要挣扎 白方挣扎 各位 黑方之间一招 避命 小兵居武 这招小兵居武什么思想 引力 把皇后引开 你皇后只能去哪里 你皇后的选择只有这个这个 跟这个是吧 其他选择都掉后 那如果选择G3 白方之间皇后再见 那如果选择 皇后H现走的话 白方之间看准皇后闪开 主角将军 你国王只能去哪里 你国王唯一选择 不可能回家回家之间 被黑方将军两步杀 是吧 皇后已经离开H4格子 阻止防守F2的忌讳了 所以这个将军 白方选手继续挣扎 国王G3 黑方趁胜追击 主角将军 白方躲亡 黑方将军 白方躲亡 黑方主角 一三一二 准备叫杀 小兵G5 控H4格子 皇后不能回家 对局致死 白方大师看到这里受不了 直接投降 哈哈哈 子准备 糟糕